美国司法部指控美国前驻波利维亚大使为古巴从事间谍活动 1号在迈阿米将他逮捕 现年73岁的罗查2000到2002年间派驻波利维亚 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表示 他40多年来一直担任古巴政府的间谍 并且积极在美国政府内寻求任职 希望借此获取非公开讯息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而他也先后在国务院、白宫国安会以及美军南方司令部担任职务